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农村杨华将 前段时间给大家教了这个 华中四菌子之一的这个句话 今天我来把这个 兰花的养殖给大家介绍一下 养殖这个兰花必须注意一下几点 一个是这个光照方面 一个是浇水方面 还有一个是这个温度湿肥方面 这个兰花是不吸这个腔光的 它吸这个散晒光 你要把它放到这个太阳的暴晒 是永远不行的 往往都把这个叶子晒掉了 都影响它的这个观众价值 这个胶水方面 给兰花胶水必须得见干燕湿的胶 它不吸大肥 要是这个肥过于胶了 就容易导致这个难给的现象 夏天的时候你胶肥的时候 你干头了得胶它 但是在这个燕湿的夏天的时候 你可以像这个药片上给它盆飞 给它盆飞降维 增加这个空气湿度 烂花是比较吸这个空气湿度大的 这个土壤方面 你在这这个烂花必须用这个土肥性强的复制涂 但这就可以给它配合这个复制涂 你要是用这张这个涂白 是对这个烂花生长特别不利 有条件的朋友 你可以都是收集一下这个烂虎皮 就是你它们的这个缝虎皮 再是这个烂花是最高 它土肥性最强 这个温度方面 这个烂花是这个不抗动的 你要是这个实力你低于0度是不行 它的这个正常生长温度 我一般在这个15-6度至20-45度 你要是温度过高也不好 温度过低了它容易受到冻海 把这个烂虎皮也都冻坏了 最好是保持在3-4度以上这个实力的温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龙蔡花娘 刚才一个国客搁来买了一盆这个蓝花 买了一盆蓝花吧 它选择了一个这个淘液性的盆子 它放到这个实力吧 它根据自己的空间 它摆放了正好这个盆子 我们摆这个蓝花用什么图呢 我选择的是这个树皮和这个营养图 给它进行回合这个土壤 你也可以用这个红树皮 核桃皮或者是花生卡都可以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树皮给它倒碎 倒碎了以后吧 给它抢上一步飞这个营养图 你都把它背到这个0.8公斤左右都可以 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树皮给它带这个滥花呢 因为这个滥花是不吸大水的 你平常浇水的时候 它剪得深一些最好的 保持这个喷涂微潮时就可以 碗鱼的大水它很容易导致这个更新浮烂的现象 平常你投机这个树皮或者是这个木削 这个是这个花生卡的时候 你必须得给它钩子发酵 带给它亮感才能使用 你新鲜的树皮是不行的 因为这个树皮在这个新鲜的树皮在发酵过程中 它生热 产生这个热量能把这个根系烧毁了 现在我们给它加上一部分营养图 然后给它缠合起来 后来我这样就缠匀了 缠匀了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盆子给它 给它盖上这个瓦匙 改上瓦匙以后吧 我们把这个盆子的这个图给它瓦 它上下用的这个石子 你也别浪费了 你直接把它垫在这个盆子上 当这个排水层 以后它头顺 放置烂金 紧接着我们在这个排水层的上面 给它填了一部分这个铲的这个银红图 然后呢 把这个烂花把它放到正中 放到正中以后 我们给它填上 周围给它填上这个银红图 把这个整个植柱用酥轻轻地晃一下 让这个铺和这个银线一起结合 千万不能用这个银红图 用裂黑味 但是你必须得给它接受这个阳光 因为列球以后的这个阳光吧 比较柔和的 你要没有阳光的情况下 它不会接受阳费 供给这个正常开花的 喜欢洋滥花的朋友 记得关注一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龙腾圆花将 度过了炎热的夏天 迎来了秋高气霜的秋天 正值是炭花开放的季节 在我身方的这个炭花 今天晚上九点以后 它就可以开放了 炭花有没有月下没日 每当夜神日静的时刻 焦修着炭花缓缓开放 减败如热的香花 一山安过 这过年来 就有这个炭花一线的美城 炭花属于闲一张壳 它是一个藏略 多年生 多肉之物 它稀罕爬老 夏季阳王强烈的时候 必须给它适当折引 这个存球吧 给它这个结束全光照就可以了 在这这个土壤呢 必须用这个熟通透气的土壤 你可以用这个源土 肤压土和这个荷茶 给它按比例 给它配合就可以 保证它的这个透气性 以防这个沸泥结水 造成症状的这个烂根的现象 炭花是比较稀奇的 你生长技术 一般给它用这个 胆内压符合肥就可以 有条件 你可以偶尽的这个 斗笔粉也可以给它搅拌 这个在花泥出现以后吧 你可以多时利甲肥 以促进这个花泥的正常开放 我们平常说的这个 花卉植物都是叶片 这个炭花它这并不是叶片 它是这个变态性 夏天我们在保证实际的环境下 可以往药片上给它盆水给它降位 增加这个周围的空气湿度 对整个植物甚至让它有利 冬季我们在实力养肥的情况下 保持在湿度左右 控制脚水 它就能安全过动 有的朋友说 这个炭花 为什么被天不开放呢 我们要让它被天开放并不难 我们可以给它用这个日黄颠倒法 在这个花泥碰淡的时候 我们有兴趣的可以给它做个花圆 用这个黑布或者黑这个塑料包膜给它做好 到这个晚上的时候给它8点以后 到凌晨这个6点 给它结束这个灯光做事 这样给它处理这个10天左右 它就能这个在北天开放 喜欢碳花的朋友 你可以养上一盆碳花 它的奇妙生活细性和这个开花细性 会给你的生活带来更大的乐趣 喜欢洋花的朋友 记得关注我一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陆腿洋花讲 这的话是南方花会 来到我们北方洋芝 全是不容易 但是呢 你平常要注意修肩 食肥和这个胶水 这的话是在北方不难洋芝的 这是一份四季整的话 它一样四季都能开花 每次滑下之后吧 我们必须得给它进行修肩 大家看一下现在开放这的话 等到它滑下之后吧 我们可以从滑梗的一下 给它减短 减短了以后呢 它继续养肺 继续把这个洋洋的带发布擦出来 开花数量更多 你像这个图长的枝条呢 我们为了这个整个性体美观也给它剪掉 像这个给它剪掉 你想这个给它剪掉了吧 它能突发吸引的枝条 突进下一次的开花 内部的这个内套枝条 比较密的这个枝 我们可以给它剪掉一部分 把这个裤子那一点都得给它修掉 以理由它同缝 这不是枝的话我就修完完了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比以前这个造型好看了 我们平常怎样来给它浇水呢 必须得给它剪干件事 但是这个剪干件事吧 并不是这个喷头狠干了 得给它浇水 因为这个枝子化是比较吸水的 你要过于浇水 它导致烂干 过于的干到 它很容易这个叶皮 滑晃脱落的现象 我们平常必须得给它每天的中午吧 给它往这个叶皮上给它盆水降位 因为它这个季空气湿度比较大 减好在浇水的时候 我们每月给它使用两次这个流散压天 比例是按0.2%就可以 枝子化是比较吸水的 每次滑溪之后 我们必须得给它追使力压水 以测试下一次的开放 如果这个养分不具的情况下 很容易到这个滑溜不开放 甚至这个滑溜开的少人现象 只要掌握了以上几点 枝子化在北方也是很容易养好的 喜欢滑溜朋友记得关注我一下 咱们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